她 她不好 她人很骄傲 又不够圆滑 人呢 心气又很高 她一直努力地扮演一个 认贼做父 窝囊无能的昏君 可是她却又无法虚与威仪 这样的她 遭遇她 糟糕头 可是就是这样的她 让我想要一直守护她 一路上 哪怕跌跌撞撞 荆棘遍地 我也想要一直与她同行 我程若玉 永远都不会背弃陛下 严谨 严谨 对不起 如此 会死 你会死 他也会死 我 从来都没后悔过 严谨 严谨 程若玉好想你 是不是 他真的很想你 所以 这样的人 让我如何忍心不咎了 一会儿阿修会带你出去 赶紧想办法 拎好你的手 那你 是朋友 是朋友 是 是朋友 大人 一直暗中帮助程若玉的人 查到了 确如大人所料 是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看守程若狱 不好 世纪赶紧通知阿修 你怎么 你去哪儿了 我一直在找你 爹爹 如此深夜 怎会起来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阿修 这是什么意思 为何会带回程若狱 请掌齐人恕罪 我被小杂鱼收买 带他去宫里 将陛下最后一年被大人发响 是我鬼迷新疆 贪图小杂鱼的贿赂 请大人和掌齐人责罚 真有意思 一个被废了的庶人 他能给你什么 本宫倒是也想听听 是紫怡局的武功心法 小杂鱼武功 突飞猛见 在经历了碎骨之心之后 还能恢复得那么快 而我的武功已停止不前需求 我就问他 他告诉我说 只要我让他见陛下最后一面 他就叫我 请大人和掌齐人责罚 大人恕罪 言之 是 左侍的话 你信吗 爹爹 左侍堂沉迷武功心法 许是一时致患 也是 若是如此神奇武玄 也会令本宫心动 但是 吃里扒外 扬奉阴违 在将棋营 当如何处置 是 杀无声 那还等什么 动手吧 你的人 你 你来 能死在掌齐人手上 颜袖 死而晚 杀 杀得好 秋子凌 你们将棋营的棋子 全都被我收买了 要不然你都杀了怎么样 这样才正合我意啊 小杂鱼闭嘴 是 爹爹 阿修他跟随爹爹多年 功勋累累 请爹爹 看在他以往新老 饶他一命吧 营中棋子 能从足子 爬上来的 都是功勋累累 出生入死 若真的是赦免了他 将来不只是本宫 你的威严何在 阿修他与旁人不同 他救过女儿 爹爹 女儿求你一次 请让他 将功赎罪 作为掌齐人 如此心软 不像你的风格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你起来吧 本宫 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过 始作俑者 不能轻饶 言之 你去了结他 你去了结他 怎么 连他也舍不得 不是 此女 另有用处 本宫不需要 但是 齐言还没死呢 爹爹可留着他 牵制齐言 齐言已经在 本宫的手掌心了 就是这条小杂鱼 总是坏了本宫的好事 左侍和他 你只能选一个 是 请爹爹 允许女儿回房拿戒指 我等你 我等你 朕爹 朕爹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要朕爹 怎么办 我不可能不救阿修 可是鱼儿 对 难道真要我杀了他一次吧 我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了 不杀 不止阿修会死 我也会受到怀疑 仇子良是在试探我 他故意逼我的 我只能这么做 对不起 太痛 太苦 死相可不 我 我 我 不得了 这不够留意 我不想杀人 我 我不要杀人 我不要杀程若玉 我不想再演下去了 八年 我真正熬了八年 才熬到今天 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 不行 我不能放弃 我是王家最后一个人 我绝不能放弃 程若玉 对不起了 大日殿下相见 我胜凭你重生